物理防曬一開始的故事就是這樣 就因為物理防曬跟化學防曬的原理不一樣 所以做出來的質地都很不一樣 物理防曬基本上無可避免地會有少少靈的 也會有少少黏的 有少少難推的 其實有很多方法令到它沒有那麼難推的 慢慢再說 化學防曬會吸收到皮膚裡面 所以一定會比較乾身 不會黏 也是普遍人喜歡用的質地多一點 就是曬太陽 沒理由塗一些黏痴痴的東西上身 但是化學防曬最要注意的就是因為它要吸收時間 一定是15至30分鐘之後曬太陽 物理防曬只要一塗完就立即有用了 其實物理防曬這東西不是這幾年才出現的 出現了很多年了 只不過是以前的物理防曬比現在更黏更難推 所以就沒有人肯用 幸好真的找到很多化學防曬的不好 所以才有人用 目前為止物理防曬都不會找到很多不好的影響 例如敏感等等 但也曾經出現了一個 那個叫做Nanoparticles 就是納米粒子 在很久很久之前 不行 不可以笑 在很久很久之前 物理防曬是一隻很難塗的很黏的很油光碗面的防曬產品 所以廠商為了做得好一點 還是不要用這把聲音 廠商為了做得質地越來越好塗 那他就想到一個方法 就是磨小粒一些礦碼 因為礦碼是很大的 你可以幻想一塊 像Oxid的原本 然後他就磨成 可能一開始是麵粉那麼小粒的 麵粉那麼小粒 塗了上面之後 就是塗了麵粉上面 那些技術越來越進步之後 就磨到很小粒 叫做納米粒子 好像去年 還是前年 就開始大爆一件事 就說物理防曬一件事不好 就叫做Nanoparticles 納米粒子 納米粒子其實說有什麼不好呢 那時候就說 納米粒子小於毛孔 會經過毛孔 就吸收了血裡面 然後再吸收到整個身體裡面 但是現在已經有很多證據證明 這件事是不會發生的 就是納米粒子的 麵粉是不會穿透皮膚 進入身體裡面的 但是也不是代表它最好 雖然現在已經被人打破了這個留言 但是如果是噴的 就會吸入呼吸系統 那這個就一定是真的 那吸了肺 納米粒子在肺裡 就真的會對肺有影響 但是麵粉通常造成高狀 那就不需要太擔心 但是如果是噴霧裝的話 那隻霧還要是霧化得很細很細 走為飛的那些 那就要小心了 那這個就留下一次再說 那造成納米粒子的 那些物理防曬呢 它們就整個質地會細滑很多 好醜很多 不會再有一個那麼差的 用上去的感受 但是我都不是叫大家一定要買 Nanoparticles的防曬 因為還有很多牌子會聲稱自己是 就是非納米粒子的防曬 還有一個叫做Coated 就是有沒有爆面 也是很小問題 現在好像說已經被人 破解了這個留言了 所以又回到起始點 就是選物理防曬 就真的認住那兩種成分就OK了 不需要太過緊張它是不是Coated 是不是Nano那些東西 除非是支噴霧 但是納米粒子防曬 我們就不知道它沖洗了之後 流了到海洋之後 會不會對海洋生物有影響 就是就好像我們經常說的 微膠粒磨砂那些粒子 流了到海洋都會被魚吃了 那你Nanoparticles那麼細粒的粒子 如果流到海洋被魚吃了會怎樣 我經常都在想 我想的 所以我都不會太斟酌於 一定要用納米粒子的防曬 反而會用回非納米粒子的防曬 有哪些護膚粉裡面有 星Oxide或者TD 不得來它又是一個會非粉的粉狀 那就是碎粉 粉餅 胭脂 那些 那些就要小心點選一個粒子 就一定要選擇 非納米粒子 因為那隻一拍你就 飛到周圍都是 然後吸一吸 然後你就會 咳到不得了了 另外我自己覺得也不需要太過執著於一定要物理防曬 一定不可以用化學防曬 有證據證明 會影響荷爾蒙 會流入血 那些是值得去飛走的 但其實現在都有 化學防曬成份是未被找到有問題 你可以說未被找到有問題 或者可能它真的沒有問題 不影響荷爾蒙的 不會吸收入血的 絕對有 但是可能會致敏 總結來說 不需要太過妖魔化化化學防曬 但也不要以為物理防曬一定是最好的 那 點回物理防曬和化學防曬就差不多講完了 接下來就講一下大家都知道的小知識 大家都知道但是買東西的時候就會不記得那些小知識 那 SPF SPF 就是 新Protect Factor 這個讀數本身主要是UVB UVA和UVB 我看了這條片多長 如果這條片不夠10分鐘就載上去 紫外線有分三種 UVA UVB UVC UVC的穿透力是最弱的 所以在過大氣塵 雲塵 已經沒有了 那 UVB 會接觸到皮膚表面 會令到皮膚燒傷 紅 痛 那些 UVA就會穿透入皮膚的真皮層裡面 傷害裡面的東西 那就是這樣 所以 SPF 在以前主要是只擋UVB的能力 但是其實現在已經有少少不同了 所以 其實UVA也有關影響 但是 大家 香港人 亞洲人 普遍相信 有PA 多少個加 通常 SPF 就不夠 有PA 多少個加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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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其實 不需要太過執著 一定要有PA 沒有PA 不代表它 防不了UVA 以礦物防曬 即物理防曬 那兩種成分來說 蒸Oxide 防UVA的能力是高一點的 那 Titanium大Oxide 普遍大家以覺得 防UVA的能力 就差一點的 但是它就沒有那麼亮 沒有那麼黏 沒有那麼勁 沒有那麼勁 所以 通常都會兩種混合 PA 就是一間日本廠的傑作來的 你可以說 專門是那支防曬 有多防到UVA 其實UVA 再簡單來說 就是曬不曬黑那件事 還有些SPF 什麼 130 那些我希望你到2019年 今天已經知道 SPF 130 不是真的很厲害 XX的數字 我現在說不出 所以我會示範在螢幕上 那 SPF30 其實是說 92% 抵擋到紫耐線 然後 SPF50 就抵擋96 然後到SPF83 可能都是說 98 97 多一點 那它真正最大的差別 就是曬多久才會曬傷 但是這個是理論 實際還是實際 譬如說 你塗完防曬 你出去 你已經抹一下面了 那 它的防曬能力已經減弱了 那 所以即使SPF 130 它整整整條數 整整到很多個小時 防曬都好 那 但是其實只要你有抹面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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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觸到水 那其實怎樣都是說 兩個小時左右 就要補查 你一直在戶外的時候 無論 物理什麼防曬都好 那 所以 不需要太過斟著於 130 SPF 那 是指SPF50 呢 或者50架呢 那其實已經很好的 防曬植物呢 以現在來說 是 一個笑話來的 有幾個植物說可以防曬的嘛 又有 不知道什麼 什麼 花油啊 那其實那些就 它防曬的功效少到是 可以無事的 那 最後就 說一下防曬要塗多少 數字上呢 就說要塗兩個mg per cm2 的面積 的防曬呢 那就最好了 一般來說 一條數之後呢 其實要塗多少呢 成完 一條數出來啦 假設我要塗全面 如果你不是一個超大面的人的話呢 就說是這麼多 那 那 就是幾多呢 一個指折 一折牙 一折手指 然後要這樣 扔滿 就好像我們擠牙膏 擠到超級多 牙膏廣告超級多牙膏那種 那 那這裡大概 0.5g就可以塗全面了 好啦 那 這條片講 選擇防曬 講 化學防曬 就先講著這麼多 那 如果 想看 多點補充 或者看回今天的內容呢 那就可以上回我的網站 那我打了一篇blog 那那篇blog 大概有了今天講的那些東西的啦 下次呢 就會講 噴霧防曬 噴霧防曬 有什麼不好 那就 下條片再見啦 請問 你